疫情期间交通部观光局推出了为期四个月的安心旅游 掀起了国旅热潮 但北台湾的旅宿业者受益有限 为了同步缓解春节书孕潮 观光局在今天公布了春节书孕孝侵方案 只要年满55岁的国人在2月8号到13号春节期间 搭乘双铁或者是客运到指定的北部六线市游玩 每房每晚可以折地1500块钱 最高6000块钱 有人限制多又是在春节期间 有民众陷入了常考 但是业者还是乐观其成 估计业绩将会成长三成以上 无法出国再加上交通部观光局推出的安心旅游 从7月起台湾东部南部跟里岛地区 各景点人山人海 安心旅游结束国旅热潮退 为了缓解春节返乡车潮 同时帮助旅宿业者春节书孕孝庆专案出炉 只要年满55岁 在2月8号到13号春节期间 只要搭乘双铁或是客运 到指定的北部六县市游玩 每房每晚可折抵1500元 最高6000元 因为它有补助的部分 还蛮吸引人的 如果说在过年的时候 会会会会 只是因为怕人潮众多 可能就会避开那个时间 有补助很开心 但活动只有短短6天 又要在人挤人的春节期间 不禁犹豫起来 相较先前为期四个月的安心旅游 这回推出的孝庆专案 限制多很多 不但有年龄限制还指定地区 符合资格的民众 还必须购买双铁或客运的套装产品 凭大众运输票根才可以享受补助 稍微有受一点影响 真的是比去年大概掉了一些业绩 那我们预期可以带动 约两三成的一个成长率 饭店加交通的部分 所以它一定是要 一定是属于一个套装的产品 所以必须透过旅行社来贩售 因为上回安心旅游对北台湾旅游业者的注意不大 这回政府加码推动北台湾观光产业 旅游业者还是乐观其成 而下一步观光局还将推出为期两个月 全台22线市都适用的冬季平日团游讲述方案 再为国旅市场添柴火 记者王志恩 林昭贤 台北报道